过去佛陀曾经说 比丘常怠三分病 我在读这一段的时候不太理解 为什么修导人要常怠三分病 我后来发现 病能够让我们生起 在有限的生命里头 有一种更想要精进 更想要把握当下的一种契机 病也可以让我们在病中 看透色身虚妄 色身的不堪用 色身的没有办法 如我们所愿 常常久久 也因此 有像 为摩大士 在病中 还能说法 在病中 还能够让 去探聘的人 能够对色身的了悟 当然在八苦当中 生 老 病死 爱别离 求不得 无因赤胜 种种的苦恼 这里头 这里头 生老病死 确实是我们每一个人 都要面对的功课 我觉得 我们在学佛之后 不仅仅 祈求 要事如来 仰仗它 十二大愿的加持 日光菩萨 月光菩萨 药王菩萨 药上菩萨 每一尊佛 每一尊菩萨 我们都如是的 虔诚恭敬的礼拜 希望每一尊菩萨 每一尊诸佛 都加持各位 都加持各位想要 回向的身边的亲人 也希望他们都能够 绵延异寿 也都希望他们能够 逢凶化吉 除此之外 也如是的思维 当我们面对病苦 面对人生种种的功课 我们是不是 也要让自己 能够安住在 正道 正念 正思维 正确的之间 能够安住在正道上 在正念上 我们会从头 去理解 这个色身确实 有它的有限性 平常我们 吃五穀杂粮 受个风寒 我们可能就感冒了 甚至呢 我们在人生的旅途当中 也有可能 会遇到 种种的困难 障碍 所以我就想 我们如果能够安住在正念 正道上 我们希望 今生所受的苦 能够了却过去 所造的因缘业力 而今生 我们所修的福 所送的经 都能增加 每一个回向者 增加他们的福德 增加他们的福报 增加他们的资粮 在病中 知病而不苦 因为知病 是色身有限的 每一个人 带来这个身躯 总是有它不够圆满的地方 是知道 不受这个所谓的 不圆满的色身 所苦恼 因为了解 因为这个色身 是地水火风 是一堆灵件 是许多的条件因缘 所合合 所以这么一想 病者 能够得到好的医疗 能够得遇到好的医生 能够得到最好的 身边的人 给他的鼓励 陪伴 就如同诸佛菩萨 护佑在我们身边一样 佛陀曾经 在社会国 因为教化得非常的好 于是呢 有一个外道 婆罗门呢 就到社会国 去看看 到底这个国家 社会国的人民 跟别人有什么不一样 这个故事呢 就讲到 他遇到了 这个 一对父子 在耕田 在耕田中 这个儿子啊 在被田里头的 毒蛇啊 就突然间就咬到了 不久啊 就躺在这个田园 田的旁边 就走了 这个父亲呢 看到这个走过的这个婆罗门啊 当然 婆罗门很纳闷 这个父亲 为什么没有 哀嚎 舍不得 哭泣等等的 就很纳闷 向前一看 这个父亲呢 就跟他 这个婆罗门说 我的儿子刚刚 因为被毒蛇 咬死了 我可不可以 拜托你一件事 如果你走到城里去 这城里啊 第几条街 第几个巷子 帮我去跟家人说 好 这个讯息 然后呢 请他们呢 中餐啊 就带一份就可以了 这个婆罗门就很纳闷 也可以说 几尽的愤怒 这个父亲 难道这么无情吗 走到他家去 开门的是他的母亲 当然 他告诉他这个噩耗 母亲就 谢谢你来 告诉我这个讯息 奇怪了 这个太太 其实 她想 她看到的 照理应该是 嚎啕大哭 可是却很奇怪的 这个妈妈似乎 接受事实 然后跟她道谢 她就问 你不会难过吗 这个妈妈 就说 我的孩子 投胎在我怀里 她有她的因缘 来到人间 我也只不过是 借我的因缘 我们跟她母子之间一场 她有她人生的道路 要继续的旅行 她来的时候 我没有办法强求 她走的时候 我也没有办法强留 这时候 婆罗门想 那是这样 怎么会这样子回答呢 出来了一个 她的姐姐 同样听到这个讯息 姐姐也 接受了 然后呢 就告诉 婆罗门说 我跟我弟弟的姻缘 就像海里面 在一起呢 这个木啊 跟木头绑在一起的木筏 我们的今生 互为兄弟姐妹 可是在海洋的行径当中 有一天 这个木筏 在海洋的冲浪当中 我被冲掉 到不同的河流去 我的弟弟 也如同他的人生 要往他要去的河流 的方向 我没办法阻挠 这时候呢 她的太太出来了 奇怪了 太太讲了这一期话 她更觉得 难以接受 太太说 哦 说你们这个家庭 很奇怪 怎么都没有人哭啊 闹啊 结果呢 太太说 如果跟我先生的缘啊 就像共同飞到一个森林 同是一个 我们讲同龄鸟 这个同龄鸟 大家呢 从各地飞奔而来 他日 也会飞奔而去 讲完这一些 当然这个婆罗门 非常的不以为然 他呢 非常的愤怒 就去找佛陀 来说说 他以为所谓的教化 是应该有恩 是应该有恩 有情 怎么这个家庭被教化之后 看起来都是无情无义呢 结果佛陀啊 就跟这位婆罗门 说了这段话 这段话给我很大的帮助 佛陀说 你说的了解 你说的是人情 他们说的是法理 人情不敌法理 人情不为法理 所能够改变 你没有错 但是他们只是看到了 世间的真相 我讲这些 常常我也在告诉我自己 身边有那么多 我们疼惜的人 有这么多 我们想要 对他更多的关怀 给予他们 更多的护持 护念 我每日都想 诸佛菩萨 降临坛场 诸佛菩萨 为我们信徒都放光吧 为我们每一个生病的 这个三宝弟子 为他们带来 满满的光明 希望他们都远离病苦 远离烦恼 但我也知道 仰仰他力 也是诸佛菩萨的功德力 确实 我们感念佛陀过去 乃至于今天 我们所颂持的 药师如来 他们都过去 都透过了 种种的修行 种种的道恨 种种的 可以说 实践 这个菩萨道 所以他们有 种种的资良 我们今天在这里 也仰仗他们 他力 诸佛菩萨的功德力 来让我们每一个 受持者 听闻 这一步 药师宝灿 或者是 为我们身边 所亲爱 致爱的 身边的家人 我们给予他们 满满满满的祝福 满满满满的回向 满满的 给他们的希望 他们都能够度过难关 都能够逢凶化疾 病者 都能够找到最好的医生 甚至都离开一切的病苦 不再受病痛所缠绕 同时 我们也希望 让我们 有这样的因缘 能够修得 正念 安住在正道 正经境 正思维 我也希望大家 如是思维 如是的观照 如是的 让我们自己 借着这样子的一个 身边的因缘 让我们也能够 对佛法 更加的契机 对所谓的法理 更加的通透 我也希望把这样的功德 一切进回向 愿一切法界众生 都能够离苦 都能够蒙得 诸佛菩萨的放光加持 也愿意此功德 会向给各位 都能够得到 诸佛菩萨的放光加持 祝福大家 和许佛菩萨